廖培園的英文教室 知识阅读篇第38集 法国 我们一方面学英文 一方面增长知识 了解法国的各方面面 历史到现在 这是知识 从前面之一往后看 我们继续看下去 France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in Europe and had tremendous influence over Europea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France became the most used language in diplomacy, scienc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remained sold until the 20th century France obtained many of these possessions in America's Africa and Asia 在法国变成当时是最 popular 等于是最 在欧洲呢 这个 popular是最流行的 就是等于最热门的 最强大国家的意思 它有一些 tremendous 一些很巨大的影响力 在欧洲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面 所以法国就变成欧洲的世界主流国家 也是欧洲的 数一数二的强国 那这边是French 就不是法国的是法文 法文呢 就变成最常用的 most used 最常用的语言 就在外交上面 还有在科学上面 还有在文学上面 还有这个国际事务方面 然后即使到 到20世纪啊 都还是 还是维持这种 优势的一个情形 然后大概从 这个20大战以后 就没落了 那法国呢 他也得到了许多海外的一些 possessions 一些财产 就属地了 在美国 因为最早去 去美洲殖民的是法国 而不是英国 先有法国去 才有英国 英国才五月花号反而在后面 在 这个非洲 还有在亚洲 像以前 亚洲的就是越南 越南就是他的属地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 所以当时 英国是日不落国嘛 他的 在海外殖民地最多 然后再来是法国 那另外就是 德国 那早期的话 是西班牙跟葡萄牙 那西班牙葡萄牙 没落以后 就变成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三个飞大 那西班牙以前 是航海的 航海王国 他为什么没落了 因为他的 西班牙无敌舰队 非常大无敌舰队 被英国很有名 我们小学的时候 念过那个 纳尔勋上将 被他 蚂蚁熊兵 他的英国的船比较小 结果打败西班牙 那个巨型战 就那一次 西班牙海军 就是元气大伤 然后他的海权就 就让位给英国 华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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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 谁的 谁的那个曾孙呢 就是这个路易十六 路易十四 那这个X十呢 V是5 5 左边是-1 变路易十四 所以路易十四的那个曾孙呢 这个 路易十五 所以路易十四跟路易十五不是父子 所以他这边特别讲他的Grad grandson 然后在他执政的时候呢 当国王的时候 法国LOST丢掉了 新法国 那新法国哪里 就海外殖民地嘛 就新法国 还有许多的在印度 印度 印度 所以印度有两个意思啊 一个是 这个印度人 一个是印第安人 那当然也是印度的 或印第安的 在印度的许多那个蜀地 在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 英法党 他输掉 他就丧失了 海外的一些领地 然后路易十六呢 后来又到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就是法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皇帝了 那拿破仁的父 那个 当国王那个不算的话 就皇权啊 就是他传统的法国的国王 最后一阵是路易十六 他非常的积极的 actively 非常积极的去支持这个 美国 支持什么美国啊 这是 那时候还没有美国 支持 美洲上面的 英国的殖民者 支持他们去对抗 他们的老板 英国的 英国的国王 因为殖民者被欺负嘛 那 当法国有他自己的考 考虑的立场 他就支持这些殖民者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法国支持拿破仑 而不是支持那个 美国的国父 这个华盛顿 所以华盛顿那时候 一开始打不过 因为散兵游泳嘛 都是民兵嘛 打不过英国的正规军 所以英国是派兵要从 从 英国呢 那个 从大西洋 从 从东往西 啊 要派兵很累 可是他是正规军 所以一开始打不过 所以后来 法国 帮 帮助 帮助这个 帮助 美国总统 华盛顿 然后再加上 找了印第安人来帮忙 所以后来打败 打败英国 所以美国才建国 独立战争才赢 那 这边就说 当时的美国人 这边 当然讲美国人也没出 可是当时还没有 美国还没建立 就那殖民 应该讲殖民者 殖民者呢 他们这 就成五约华号那些人的 后代 他们要寻求 独立 从那个不列颠 不列颠王国 要寻求独立 也一直被欺负啊 其实 华盛顿他们一开始 他们也不想独立 因为他们就认为是 自己英国人 的确是英国人啊 可是因为不断的被欺负 不断的加税 然后那边 国王呢 派总督啊 总督啊 又一些军人啊 一直不断欺负他 征税 又掠夺 不断的剥削他们 所以后来没办法了 忍无可忍 这些无需菜人 只好独立 所以他们也是被逼的 官兵民反 这个意思 就跟中国历朝历代 中国历朝历代 这个 这些啊 历朝历代的君主 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想叛逼 因为革命很危险啊 会杀头的 孙中山当初一开始 也不想革命啊 他公车上书 像李鸿章公车上书 但没用啊 根本没有管道啊 就算送了也不看啊 没办法 所以孙中山一开始 他一直说希望 希望那个 李鸿章能够听他的话 因为当时 清朝的权力最大 是李鸿章 所以很多革命 一开始他不要革命啊 但后来没办法了 就是沟通 沟通不成 最后只要革命 然后呢 因为法国支持这些殖民者 但是呢 支持要花钱啊 派兵啊 要花钱啊 花人啊 人会死 啊 这financial crisis 就造成他的财政上的危机 啊 也花了很多钱 Aggravate就是恶化 就是在这个法国参与啊 美国的独立战争 之后呢 他这个 法国的财政呢 就开始恶化 所以恶化呢 就后来导致了 法国大革命 他是one of many 他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啦 contributing 就是有贡献的 就是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factor因素 造成了法国大革命 所以法国大革命 当然 一般人造反 革命就造反嘛 造反大部分 政治上的意见啊 当然是一个 可是最大的动机到 一般来讲 从古到今 还不是政治上最主要因素 最主要是 吃饭的问题 就生活过不下去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意义 所以法国大革命 那个时候也是 也是因为财政不好 法国财政不好 然后 那个 国王就加税 加税以后呢 再加上政治上的不平等等等 诸多因素就造成法国大革命 在最后一任 法国国王是被送上断头台 他们不是砍头 但跟砍头差不多 断头台 就上面有个 把头按在 按在那个 那个行刑的那个台上面 那上面很重的像斧头一样啊 绳子一松 掉下来把头砍掉 大革命 大革命 这一段是讲法国当时的整个 整个文化 科学的兴盛 这个enlightenment就是一个 启迪的运动 就是一种 就是文化 知识 各方面 enlightenment就是好像光明 光明来到 light就是光明嘛 这in就是动词嘛 就是放光明啊 就是我们叫启蒙运动 许多启蒙运动呢 发生在法国 法国的intellectual 就是知识分子 那当然现在也叫智慧财产圈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的圈圈 知识分子的那个圈圈 那个阶级当中 然后一些主要的 主要的一些科学上的break through 就是突破 还有一些发明 包括 such as 例如呢 discovery oxygen 就是什么发明 discovery发明 像电商很有名的discovery频道 发现频道 或者要探索频道 这个discovery发现了 氧气之冰就不能说发明了 发明是无中生有叫发明了 发现 就是本来就有啊 以前不知道 所以发明发现不一样 你说发现新大陆 你可以说发现 你说发明汽车 那就发明 所以发明跟发现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发现氧气 不能说发明氧气 1778年 发现有这个氧气存在了 可以助燃 然后是第一个 哈德约彭路 就是热气球 可以带这个乘客 热气球可以带乘客 1783年发明了 那时候当飞机啊 那些都还没有 就是achieve 就是被一些法国的科学家所打成 achieve所完成所发明出来 或者发现 那法国的一些探索者呢 就是海外啦 就是出去发现那个 发现那个 就是等于是海 航海家 他们参与了一些 一些航行的 航行 就是一些科学上的一些探索 就是海洋的探索 就是海洋的 就是做海洋的探索 在全球 这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in which reason is advocate as the primary source for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undermine the power of and support for the malachy and help pave the way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 然后这个enlightenment 啊 这个启蒙运动里面的哲学呢 啊 这一方面呢 in which is 关系代名词 就表示 philosophy 因为关系代名词前面通常接名词 当作名词的授词 但它本身又变成主词 后面接词句 啊 可以动词 就是reason 这不这边就不是原因啦 就是理智 啊 所以一字多一 reason 它也是原因也是理智 这名叫理智 reason 这理智呢 啊 就是那个很有理性啊 理 翻成理性或理 理智都可以 理性呢 advocate 被倡导 advocate 就是倡导的意思 被提倡 啊 被宣传 被倡导 变成primary 一个主要的一个源头呢 啊 什么呢 legitimacy 就是合理化 合理的正道 就是那时候就强调要有理性 而且authority 就是所有的 啊 所有的这个理性啊 跟权威都要来自于理性 啊 所以这个影响很大 因为以前 以前欧洲是君主嘛 君主没有什么理性 因为 国王讲就算就算数嘛 那理性的话就不一样 理性就说你国王讲的错 我们也要说你错啊 不一定你国王讲的都 都一定是对 就像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但是理性儿子女说 哎 你是爸爸妈妈 我们尊重你 要养育你 要孝顺你 可是你讲的不对啊 啊 你知识不够啊 脾气不好 你讲的不对的时候 我们还是 还是可以啊 可以可以建议一下啊 这个意思 就是那时候强调理性 那但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心情 破坏了 破坏了 破坏了什么 谁的权力呢 就是破坏了一些权力 还有一些支持的力量 就是破坏了支持君主力量 就刚才讲的 君主你以前说话算话嘛 但我们理性下不一定啊 你要是乱家税啊 乱官人啊 乱杀人啊 乱发动战争啊 这些等等 我们还是啊 理性上说你不对 然后Hell 就是可以帮助呢 Pay the way 铺什么路呢 铺上了 法国大革命啊 为大革 法国大革命而铺路 这是理性主义 那这是法国开始大革命了 1789年到1799年 Facing financial troubles King Louis XVI summoned the Estates of January gathering the three Estates of the realm in May 1789 to propose solutions to his government As it came to an impass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ird Estates formed into a national assembly signaling the outbrea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ing that the king would suppress the newly created national assembly Insurgents dawned the Bastille on 14th July 1789 A date which would become France's national day 这段是讲法国大革命 就是face本来是脸啊 可是这边当动词就是面对 脸就是面对 名词是脸 动词是面对 面对这个财政 凡兰学可以说财政 可以说金融 就跟钱有关系的 一些财政的问题 财政的危机 那路易十六呢 法国最后一个 我说国王吧 活皇帝 法国最后一个国王 Summon就造集了 造集是Estates General 那就是 General是所有的 Estates本来是房地产 就是各级 就是各种阶级的意思 所以他这边也夸胡 怕你不了解 这个Estates General 什么意思 就是三种 就是RAM 就是国王的统侠范围里面 三种阶级 三种这个 也可以说领土 土地的阶级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看不懂意思 就是 他造集了三种人来开会 就是当时社会上分成三种人 那第一种就是 贵族 贵族阶级 来开会 贵族就代表皇家 还有一些祖侯 第二种就是神职人员 教室 第三种就是公民 他就造集这三种人 高高在上的皇族 教室神职人员地位很高 因为欧洲就是宗教国家 基督教 或天主教 然后第三个才是一般的老百姓三级 然后在1789年开会 开会就是要妥协一下 因为那时候国家已经开始 因为财政危机 没钱了 所以开始就是国家并不太平了 然后就提出一些solution 提出一些政府的一些解决方案 向政府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看怎么解决 但是没有用 没有用 In Paris就是僵局 没有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就好像是中国满期末年 这个八国联军之后 前面戊戌政变 就是要白日违星 要变成一个 比较宪政的体制 就被慈禧打压 结果打压之后 就发生八国联军了 那发生八国联军 慈禧就带着 带着光绪呢 就跑到西安去 后来逃回来之后 也发现这个国家 这样搞下去不行 就开始搞宪政 跟这个一样 宪政呢 就是也是君主立宪 然后呢 要成立内阁 以前不是嘛 以前就是像 像慈禧说了算嘛 或者顶多弄一个军机处嘛 就几个人说了算 那不行 老百姓不接受啊 就搞一个内阁 内阁制 就像我们现在的行政院 或者像英国的内阁 可是一开始 大家不接受 为什么 就内阁里面 绝大部分 还是你皇族啊 那这样子有变跟没变差不多 那这个差不多 这三季会议差不多 三季会议呢 还是以皇家的为主 然后呢 路易十六还是打压 就是第三季的老百姓 还是打压 那老百姓就不干了 说你表面上是开啊 可是你实际上还在 还在打压我们 所以还是不同意 所以这个就陷入僵局 然后呢 这些代表呢 就第三 就是我刚才讲的 第三阶级就是老百姓啊 就是另外组成了一个啊 就是国家的一个 Assembly 一个大会 另外组成了 就像我们像那个 像美国的啊 这个 共和党 民主党啊 另外成立了 这个国会的意思 另外成立会 就是分体抗领啊 不然的话 你这个会 原来的会 就是国王说了算 那不行 我们另外 另外成立一下立法院啊 另外成立一个国会的意思 另外成立大会 Assembly Assembly 就是发起了 发出了什么讯号呢 Abreak 就是法国大革命 要发出一个讯号 准备跟你 要跟这个 皇权对干了 说我好好跟你谈嘛 你也开会了 可是没用啊 开脚的啊 没用啊 所以跟这个满清末年之后 慈禧开那个 很像 但慈禧 成立内阁之后 没多久是死掉了 就死掉了 然后接下来就 刑害革命啊 所以当然说 慈禧他 这个戊戌政变 他打压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八国年之后 他也开立宪会议啊 也成立内阁啊 但是被人家讥笑 你这是满中内阁 满清的内阁 不是一般老百姓 他有做啊 但是还来不及收到效果啊 还来不及改变啊 他就死掉了 但是死掉之前呢 他先把 这是一般认为啦 先把 先把 先把光绪先堵死 然后再 就是银台嘛 所以那个电影 演过银台气血 所以 光绪被堵死三天以后 那个 慈禧也死掉 因为他知道快死啊 先把 先把光绪先堵死再说 然后后来才辛亥革命 然后惧怕那些呢 因为惧怕这个国王呢 会suppress 会去镇压 镇压这个新建立的这个 这个 国家会议 新成立的 然后呢 Insurgent就是动乱 就动乱 Storm本来是风暴 这边变冻死 就像暴风一样 就是暴动了 就像暴风一样 发生暴动 攻进 Bastille 就是最有名的巴士底域 Bastille 在1789年 进入巴士底域 那为什么进入巴士底域 这一天呢 也变成 后来法国的国庆日 那为什么公入巴士底域呢 就很多人不知道啊 巴士底域那时候没有 没有几个 没有几个 几个那个 囚犯 没有几个 其实大概顶多 十个 好像还不到十个 没有关几个人 然后呢 狱卒那些也不顾就 几十个人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 哇 巴士底域是不是去解救犯人啊 把犯人救出来啊 然后加入他们 报名的 不是 根本没有几个 囚犯 那巴士底域 狱卒也没有 也没多少人 就大概几十个人 那为什么要公呢 因为巴士底域是皇权的象征 他是因为皇权的象征 攻击巴士底域 为什么 因为国王那时候乱抓人啊 我们一般观念 巴士底域是监狱嘛 监狱就是说 你犯罪关 那时候皇权的时候不是啊 我不喜欢的人 一一分子讲我不好听的话 或者我看不起的人 我讨厌的 我去把他关进去啊 所以他认为说 你乱关人啊 对不对 我搞不好在马路上 没有跟你鞠躬 没进你 或者吐了一口水 就被你抓进去啊 事生事事 不知道 认为他是皇权的象征 我管你你没有多少人 所以他们刚攻进去的时候 也没有一开始乱杀人 就一开始呢 那个典狱长 还跟一个侯爵啦 还跟这些报名 这个领袖 几个人 好像两个人吧 三个人开会 还说 我这个 不要暴动 双方怎么谈 一开始的时候 还可以谈 但是报名 有时候 这个报名就不听指挥啊 前面几个指挥 领导者去跟那个典狱长去谈 后面 后面报名 这个 因为很多就乱掉了 后面不管了 谈什么的 会不会被 会不会出卖我们 后面就攻进去了 就乱了 就攻进去 就乱杀人了 结果那个典狱长还在谈判 不管了 从桌上抓 拉下来 就是又送上断头台 又杀掉了 所以暴动 一开始可能有一点理性 可是到最后暴动 到最后就没有章法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变成后面就变流血了 在哪里 August 1789 The 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Adolished the privileges of nobility such as the personal servant and exclusive hunting rights Through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France established fundamental rights for man The Declaration affirms the natural and imprescindible rights of man to liberty, property, security and a resistance to repression 所以这边就是法国开始自由 自由民主,从这边开始了 在1789年的8月初 这国民自宪会议呢 这纯粹是老百姓公民组成的 廢止了 privilege就是特权 Nobility就是贵族 廢除了贵族的一些特权 such as 例如 Personal Serpent Serve就是奴隶 但主要讲的是农奴 做农业的农奴 就像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南方因为种棉花 需要人力 那时候机器不够 那时候机器很少 所以需要人力来 收这个采棉 那采棉花 所以找黑人奴隶 那就是农奴 所以说再说 另外像西藏 西藏说达赖喇喇喇 达赖喇喇喇 那个很崇高 西藏也是 当初也是非常这个 压坝的地方 就是采农奴 就是有农奴 所以连那个 连那个达赖喇喇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家里都有农奴 西藏当初有农奴 所以这个中共军队 解放军 那个解放了这个西藏以后 当然是看起来是压坝 沒錯 可是很多农奴很高兴了 我之前也是被你 被你西藏人当农奴啊 解放军反正解放我们是叫解放军嘛 这边就是不准再有 私人的农奴 还有一些exclusive 特许的特别的一些 专有的一些打猎的 一些权利 以前那个黄泉的时候 有些地方打猎只准贵族打 老板兄那边有很多路啊 有很多动物啊 不行 圈地圈起来只能皇家打 只能贵族打猎 老百姓不准 老百姓随便进去的话 还被抓 还被判刑 所以就废止这些特权 然后再经过了这个 Declaration 这宣言呢 就人权宣言 所以这个最早 法国是 法国是 等于是整个全世界了 不止欧洲 第一个自由 自由 平等博爱 就从法国开始的 所以是在革命的时候 也是自由平等博爱 就从学法国人这边 就从那边看 自由平等博爱 就从那边开始 就是建立了一些 基本的人权 因为皇权时候 国王说没有人权 根本没有人权了 所以法国这边就是讲的 就从这边开始 这些自宣会议 他们废止了 这个贵族的一些特权 然后建立了一些人民的 一些基本权利 就从这边开始 然后这个 这个法国大宣言呢 这是非常有名 在整个人类的这个自由 自由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宣言呢 Afferns也确立了 Natural 这个很自然的 这不能讲自然 就天生 人生 人啊 生 那个与生俱来的 我们这样解释 与生俱来的 还有 Imprescriptible 这就是说法律不能剥夺的 就你不能说 这人的权利呢 由法律去限制不行 我们叫普世价值 比如说人呢 人要吃饭 人要信仰自由 人要生存自由 这些东西 你不能用法律去剥夺 这个意思 这个是比较难 就是 它本来是prescribe 就是规定的 法律规定的 这M 就不能由法律规定 去剥夺这权利 什么权利呢 就是Liberty 自由 Property 财产权 Security 安全 And Resistance 而且可以抗拒 可以抗拒这种 壓迫 Oppression 所以这个 它选 这个 就是 Nature 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且法律 不能剥夺权利 就是人哪些呢 自由的权利 不能剥夺的 财产权 不能剥夺的 安全 不能剥夺的 而且还要抗暴 对抗压迫 你还不能压迫老百姓 所以这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这个 人类类上第一个 这个民主的 民主的这个 他们的一个宣言 Liberty Property Security And the resistance to oppression 这集讲到这里